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.NBA,已经进入新老脚踢的阶段,虽然在刚刚结束的,2021-22赛季,总冠军,是由34岁的库里,率队夺者,但是,一阵名单里面,已经完全没有30岁以上的老将了,取而代之的,是五位天赋一柄的年轻人,他们会是未来的门面。 那么,NBA,对比十年以前,有没有进步,或者退步?或者对比2022年,和2012年的一阵,就会有答案,每枚FW,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。 空位,保罗vs东西齐,2012年时,保罗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空位,比时,几得那时都接接退役,库里威少等人,也没真正的成长起来,保罗可以说,断档领先。 他场均19.8分3.6篮板,9.1助攻,2.5抢断,是联盟抢断王,带领快船,在缩水赛季,打出40胜26负,超过60%的胜率,换算成82场,就是50胜,除了一阵以外,保罗,也入选了一榜。 东西齐无疑数据要更好,他有能力,打出场均三双,但明显,更注重于得分,常规在,28.4分级后赛,31.7分。 东西齐和保罗各有优势,但东西齐,需要大量的球权,在一阵这样的队伍里,不如保罗好用。 得分后卫,可比vs不克,这是一个无权年的对比,都说不克很像可比,但实际上,一个是顶配一个是乞丐版,不克,不但得分能力,不如可比,防守。